大家好,我是卡姐 剛剛游完水 現在天還未降 現在我們在溫哥華 早上差不多7點才天降 現在早上好像晚頭夜一樣 搞不清 我喜歡這個時候來游泳 沒有什麼人 對我 完全這個詞好像私家詞 沒有人來 每個人都去上班 或者人們起不到這麼早 游完水 又約了朋友喝茶 都沒有什麼事做 很多時候是這樣 有網友關心我 姐姐你走那麼多路 腳痛不痛 你幾點睡 很感謝網友關心 其實現在基本上是走少了 以前每天都規定自己走15,000多步 不走也好 都要踩單車 現在就不可能 天又冷 又黑又滑 又滑 怎麼滑 樹葉掉下來 真的很滑 很滑 樹葉濕了水 特別是溫哥華 很多雨水 今天約幾個朋友來喝茶 這個就是 蓮蓉餡的陳皮南瓜餅 我都沒吃過 這裡有些鳳爪 都是禮牌的 現在吃東西 我今天約了五個朋友 我們今天來這間酒樓 就叫做黃亭海鮮酒家 這些就是白花釀茄子 那些蝦膠釀在茄子裡再炸過 然後就淋一些酸甜醬上去 其實就是自在聊天 吃東西就是 點的東西就是吃少少 現在上了年紀都不太敢放肆 放肆 放肆就真的搞到自己就很脆 那好了 那又叫了一個乾炒牛河 這個就一定會是炒一些東西 人多就會有一碟 要是炒飯 要是炒粉麵 這樣就墊一墊套 炒飯很多時候就是在家裡都炒到 但是炒河粉呢 講老實 雖然蚊哥華的河粉都很漂亮 但是真的不是那麼容易炒的 你的鍋要夠紅 最好是用生鐵鍋來炒 那個牛肉你要適葉 各方面配合才是炒得漂亮的 那這一間的酒樓就是在Bandwood Mall 現在很多時候都是找一些shopping mall去走 去聚會去吃餐的了 那這個Bandwood Mall 那我等一下介紹一下 那這一間酒樓就是米芝蓮推薦的 好像so far現在溫哥華 是不是沒有米芝蓮的餐館呢 我就不知道 美國就很多了 香港也都有了 但是好像加拿大 只有一間就在多倫多 應該是西餐來的 真的要先查一下 好像溫哥華 其實溫哥華也有很多美食的 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時候 食肆就寫米芝蓮推薦 但是你米芝蓮推薦 就是你沒有那顆星 始終都是差一點點 但是不要管它 好吃就可以了 其實在溫哥華 講到唐人的食物 事實上真是不錯的了 就不要在那裡白痰齋煮了 真的不是 真的你去到一些 好像不用說其他地方 我回去美國 我住的那個州 就叫做俄勒江州 是別村在華盛頓州和加州中間的 不是沒有好東西吃 西餐就幾高級都有 中餐都有三兩間 那些水準 分分鐘是拍得上溫哥華高級 海鮮酒樓那種級數的 唐人餐館都有三四間 或者四五間 做得很漂亮的 好正的 但是就來我居住的地方 走highway 真的都要過幾小時 有時候想到 真的很想去喝一餐茶 都是想想 不如等到拜美 和女兒女婿 這樣才去喝 因為自己一個人去 那真是那個成本 和要駕駛這麼久的highway 想一想 算了 忍一口 要不就等小朋友放假 一起去 要不就回到溫哥華 就去 如果你說在溫哥華 講好實 我真是一個人 隨隨便便 立起車時 穿好雙鞋 立刻就去拿車 任你選 那些酒樓 去羅省探我的兒子 又不同 羅省真是現在很多唐人住 你真是吃什麼餐都有 不同 就是那個州份 那個人口分佈不同 飲食都不同 說回溫哥華 即是哪間好啊 哪間水滾茶靚啊 哪間好吃 這就是另外一個story 另外一件事說 但是你說到酒樓 總有一間在坐著的 我如果回到美國 那個居住環境 實在 真是很舒服 不是一般舒服 是很舒服 很寧靜 先 在溫哥華 我都跟大家分享過 無數次了 整天聽見那些警車 Amblon那些 救傷車的聲音 聽到人都 頭皮發麻 真是 都不知道是什麼回事 為什麼會這麼多這些響聲 所以一個地方 就沒有完美的 如果你要將來比較 就沒有得比的 人生最大的 令到自己很沮喪 或者是覺得自己 真是很不優秀 就是比較 你活出自己的高度 就已經是足夠的了 即是我的能力 就是找到兩餐 舒舒服服 我已經是心滿意足 你跟別人那些富豪來比 我亦都沒有富豪那種能力 亦都沒有這樣的命水 怎樣跟別人比呢 你越比你就越沮喪 就覺得 唉 時不與我啊 我為什麼這麼霉 那你何不必呢 每人頭上一片天 是吧 你有你的生活 我有我的忙碌 所以千萬不要給 講到這件事 又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等一下看看 夠不夠時間 才跟大家講一講 Bandwood Mall 如果沒有時間 這一集就不講止了 其實移民呢 我自己個人覺得呢 就是擇地移居的 就是選擇那個地方 而去居住的 你去選擇之前呢 一定要做好功課的 不要說你移民這麼大件事 是不是 如果我們要去一些地方 旅行啊 或者那個地方 我們從來都沒有去過的 我們都會做一些攻略啊 看看有些什麼 好玩好吃啊 值得走的地方 都會做一下功課的 所以你說移民這麼大件事呢 舊鎮市的人呢 現在就不同了 交通很方便 資訊很方便 舊鎮市的老華僑說呢 真是移民就等於重生啊 是改頭換面那種另類的生活來的 而且呢 離家鄉很遠的 你很多東西都要 斬斷後面 身後那條橋 你有條橋在這裡呢 你都更深思思 哇 我真是回去了 回去了 但是你斬斷了那條橋呢 我都 後無退路的了 那我只能夠是往前走 我最近都看到很多 有些年輕人呢 可能就是 根據救生艇計劃過來 或者讀書過來 我現在先講香港那方面 其他地方我就不講了 講我熟悉那些 因為其他地方不講呢 我都未必是知道很多東西 始終卡姐不是生活在亞洲 生活在北美洲 所以我出了那個 李子7小姐 她那個名字真的很難讀啊 如果是 讀得不正 就好像講粗口 那樣 講苦話 讀她的名字 我都可能有些資料 都是要靠一些網友 去 講給卡姐聽啊 她是哪裏人啊 她是幾大個啊 她是幾大個啊 我只是 在網上 納一納 這些就是我 網上找回來的資料啦 所以有時候呢 我都是 要 看一看 但是有時候 看都不是說 那麼足夠的 也都多謝網友提醒我了 講開移民這件事 很多東西呢 來到就是 真是 第一個 你就要適應 地方就是在這裏的了 你只能夠適應它而已 就沒有理由環境去適應你的 是吧 就是很多東西就是 隨遇如安的 那麼你要適應到那個環境呢 你還要是融入 怎麼為是融入呢 就是這裏很多的習慣啊 很多的規矩啊 我們都要去遵守啊 要去學習 怎樣去跟隔壁左右啊 或者那些本地人啊 相處啊 看看他們怎樣的 一種生活方式啊 和他們看齊啊 慢慢慢慢 將自己 跟本地人那種距離啊 拉近些啊 就是很多時候都是這些的 但是如果來到 你就說 立刻可以跟本地人去相比 或者覺得自己真是好 兜蹲啊 為什麼來到這樣呢 這樣呢 你就那個負面情緒就更大了 就更加一日你都蹲不下去了 宜得極真是拿起那個行李箱呢 就衝去機場打道回府的了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一種堅持來的 不要說一帆風順的這個世界 你打工也好 感情也好 婚姻也好 工作也好 生意也好 都是一個堅持的 你說當中有多少個甜酸苦辣呢 當中有多少個不情不怨呢 真是 劈跑不做了 不做了 很辛苦呢 很多時候都有這種情緒 但是 你如果 覺得 我就是要去接受的了 這種生活 或者我現在暫時 人在低處 人在屋蟬下 我便去屈就一下 但是 我始終 這個只是我一個轉接點來的 我有本事 我就Sayonana 我就轉工了 或者我轉去第二份的工作機會了 你這樣去想 人就豁達很多 其實有很多那些年輕人 他來到 如果你租一些Basement 實在有時候 不是那麼習慣 其實在加拿大Basement 這件事 很多人都會住Basement 不要說你租 很多人 阿爹媽 賣了一間屋 都會有個Basement Basement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兩間房 有時候夏天 Basement很有用 Basement很涼爽 在沒有冷氣的年代 Basement 個個都喜歡 真是好熱 八月份的時候 躲進去Basement 但是到冬天 或者你 那條街很黑 真是心情又很坦剔的時候 我就勸 初來到埔的人 盡量沒有租一些民居 的Basement 因為如果你是從香港來的人 真是不習慣的 你好像下了個地庫 令到心情很低 最好就是群島有兩三個人 去租那些居住 那些居住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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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整個生活的環境 不是百分之一百回到香港 也好 也是百分之七八十 也好似香港 到樓下可以斬叉燒 你真的按了電飯煲鍵 你下去斬叉燒 斬燒尾 是吧 或者是下去吃碗河粉 這些一定有 Downtown有 Burnaby有 甚至Witcherman 就不用說了 是吧 你應該去尋找這些 我只是大家分享而已 其實阿卡姐也有好客人 她也跟我說過心得 她說初來報道 如果在那條街上 又要等巴士 烏燈黑火 又不接近那些地鐵站 如果那天開工的時候 不開心 或者是遇到一些 真是不愉快的事情 再下了巴士 又走一些很黑的內街 整個人的心情 是倒到地底的 她說 後來就換回一些 燈光火燭的 阿卡文 她說整個人 真是開心了 你Downtown就不用說了 Downtown就 天天逛街都行 那麼多百貨公司 那麼多食肆 你說得出都有 甚至落唐人街 都不用說十分鐘 走 用雙腳去走 都走到去的 本拿比又是 如果你說買證 Metro Town那裡 直接大大小小小的 超市多到不得了 你不煮 你就可以在超市 那個Food Court那裡 買那些兩送飯 不知多方便 列治文就不用說了 超級超級適應 給華人居住了 對不對 你看看 卡姐也是 在Downtown居住 但是我附近都很多 真的開車幾分鐘就到 有街行的地方 卡姐為什麼喜歡住在Downtown呢 因為當時我買我現在的居所 我樓下可以買到泊船的位置 那麼落到樓下就可以開自己的船出海 這些也是絕無僅有的 因為現在已經沒有這樣的泊船位賣 當時是有的 買賣給你 配套得挺好的 我有介紹過 這間叫泰山 在波圍 近著明街 差不多 它那個順化豬手賴粉 它的湯頭很漂亮 很大碗 十多元 你看看 兩個人分都可以 我久不久都過來吃 粥粉麵飯就是卡姐的自愛 這些平民美食 吃都不會太貴 對不對 這麼說 這裡卡姐的露台 我相信看開卡姐片的人都知道 我當時買這裡 我就是貪它連那個拍游艇位 都一起賣給我 所以就真的很方便 真是落樓下就開到自己的船出海 這個環境 我自己覺得都叫做滿意 也都是我好喜歡看冰球賽的 打Hockey的 所以也都很近 那個打Hockey的那個運動場 也都是經常可以看球賽 還有看歌劇 音樂會 芭蕾舞 都很方便 這些就是 Downtown人的福利 不需要過山過水 駕駛車看完球賽演唱會 又要慢慢來 搖回家 以前的卡姐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是喜歡熱鬧 喜歡有街逛 其實是一樣的 一樣可以運動 游泳 踩單車 這裡都有 但是跟美國的生活就不同了 美國就是另外一種寧靜一點的生活 因為我當年買的那間房子 佔地是七英帽的 好像一個牧場那樣的 所以就真的聽不到那些 吵雜的聲音 這一條這樣的私家路 就是我自己的 一直開到 來我自己家的庭園的 那我家屋是很普通的屋 好了 今期聽到這裡